好 回到現場 我們股市週報 每個禮拜天晚上8點到9點 在非凡播出 那當然我們在YouTube頻道當中 播完之後9點就會立刻 上架火熱的這個發燒影片 那剛才其實一整個階段當中 我們也針對了在未來元月份 台北股市的藍圖規劃 以及未來在產業的結構當中 誰是這個優點明星幫大家來進行追蹤 那冠青特別提到了在現在 這個電信物雄如火如荼 在競標的5G頻寬當中 現在廝殺的過程 但是如果說對於有一些電信公司 會造成未來幾十年 這個要攤提成本這樣子的壓力的同時 其實也反過來從這樣的事件來看 有人設備股啦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這個供應鏈 真的有機會先反映出這樣的佳績是嗎 的確沒有錯啊當然呢 因為畢竟明年5G就要開跑 那最快可能在明年下半年7月份 5G我們台灣就會開台了 所以呢必須要在這個短短的時間之內呢 趕快把這些5G設備採購完畢啊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個設備類族群這邊 我想這些公司其實它最近好像 有些整理很久開始動起來 我想最明顯的是我們之前談到過的台光店 因為台光店呢其實不是只有做台灣的5G設備啊 它本身它還去做到日本去跟Panasonic一起供應 上游的這個所謂的一個銅箔基板部分 甚至包括我們看到的小基礎基地台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談到像是智翼這部分 智翼的股價已經整理很久一段時間 毫米坡部分目前是還沒有沒錯 但是呢未來其實美國是一定會去走這毫米坡 毫米坡其實大概就比較屬於我們剛剛講到 28G光赫時那一塊 那目前設備是比較沒有的 所以呢這邊呢 升達科它其實它的主要的客戶叫做華為 那另外載板最近跌很慘 像是這個新興啊 南電或景碩 其實在明年要建設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些公司啊 是讓他們業績要起來的機會非常的高 那我們首先先從第一檔的一個質疑來跟大家報告 其實質疑呢其實我們先看一下股價好了 看一下K線圖走勢 它已經混很久很久很久 都在這裡混 別人都衝到天上去了 台積電都已經到三四百塊去了啊 甚至包括我們之前講的什麼半導體的 什麼紅塑都到三百塊去 可是它已經在這邊混了很久一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這家公司是靠標案為生的 所以一旦標案任列告一段落 它的營收呢掉起來是很快 但是明年還會有5G標案 這裡不用擔心 所以呢這家公司其實80%的營收來自電信設備 人保持有大概30%的股權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標案影響所有的營收回落 但是它有在法座會提到 他們這一次5G方面 它有去跟聯發科跟高通合作 那現在5G的兩大強權就是聯發科高通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華為 那華為我們剛剛講到華為是跟生大科合作的 那我們看到其實這家公司的好處在於說 跟剛剛戴總講的一樣 它很願意配息 它是高配息的公司 它每年其實都很願意把這個 它賺的錢拿現金配給你 所以呢這種情況之下 它前三季已經賺贏了去年的全年 當然預估還會高配期 所以這種公司其實說真的 剛好股價已經混了非常久一段時間 會不會在明年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甚至整個標案入帳的話 我想明年的獲利會不錯呢 我想都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這一檔呢 其實也跟5G也有關係 我們之前在這節目提到過 叫6451的訊息 這些資料其實沒什麼改變 事實上它之前法座會開完之後 股價180就一路跌到 剩100出頭啊 這跌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但是最近又熱起來了 你看到最近連續三天三紅冰啊 這所謂的K線賺法裡面所謂的三紅冰 看起來下個禮拜 展戶可能就追進來 不過跟我們一個月前跟大家談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 為什麼 它老闆就已經講了啊 他說他們的5G會帶動SIP跟高速 這高速的光收發模組的需求 而且呢 第三季賺2.6元 本業獲利回升到三年來的高點 所以你不用去想像太多啦 反正明年的狀況應該會是相當不錯 而且人們提到400G的時候 光收發模組它小量出貨了 那法人有預估說 400G的部分呢 是100G的2到2.5倍 所以明年總投資大概10到15億 這個也跟大家談到 另外最後一段我們談到的這個公司 也是設備股叫做3563的穆德 跟我們常在談的這個3653的建設 這個代號非常非常相近啊 那我們看到穆德其實今年跌得很慘 為什麼 因為今年營收從下半年開始 幾乎每個月都都不好看 但是呢 這家公司它是台灣的所謂 AOI光學檢測的一個 設備的主要廠 它以前為什麼營收那麼好 因為這真頂跟它買設備啦 什麼一大堆買一堆 可是設備買完之後 今年現在有什麼設備 今年最缺的設備叫做 Mini LED的設備 甚至接下來有Micro LED設備 它能不能做得出來 當然現在市場眾說紛云 不過不重要 重點在於 這家公司11月份的營收 是創下兩年以來新低 可是我們再看一下K線圖好了 公布完之後呢 投資朋友 股價是這樣走的啊 欸為什麼啊 誰在收籌碼 有人知道嘛 對不對 有人知道明年會很好 有人知道底部 應該說這個最壞的狀況 已經過去了 那另外一部分 也是跟我們剛剛講的 字益有預期從中之妙 這家公司 其實它也很願意配期給你 對 除了布局5G啦 還有所謂的智慧攝影機 我們幫他解釋一下 以後的攝影機是怎麼樣 你使用者移動 它就自動縮放大小 你不用去 不用人控制 可以只在那裡 Rain in room 所以我很擔心 這個有些人可能會 就沒有工作了 這蠻麻煩的 這個以後 它再發展這部分 當然注意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它去年賺30元配27元 它今年大概賺20元 所以明年要配多少錢呢 如果也配九成的話 不就18塊了嗎 那以現在股價來講的話 其實本益比應該說 殖利率還有超過5%以上 我想說真的 隨便都比電信股的殖利率 還要高的 好 看得出來 這相比較之下 很多的個股 真的已經回到一個 不管是本益比 或者是殖利率 相對是合理的水位 最近外資也在換股 外資最近其實幾乎也在換回一些 比較低基期的個股 所以外資這樣的動作 該跟嗎 漢威 對 其實外資就像剛剛漢威講的 他們對明年是看好 因為景氣至少你看台灣 我覺得我們政府就是做得很好 第一個 股市是一個景氣的火車頭 第二個是營建 就房地產也是一個火車頭 當然我們不希望它炒作 可是你不能讓它沒落 因為一沒落了 我跟你講百業蕭條 你看房地產不是只有單純房地產 它可能跟廣告業 跟所謂的家具 跟所謂的廚具 這些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更何況是所謂的股票 你看股票 雖然來到一萬兩千點了 可是很多投資還沒賺到 不要講投資人 很多營業員都沒有賺到 為什麼 因為這成交量900億 你要怎麼賺 所以相對來講 但是畢竟它會帶動 未來的希望 所以我這邊要講為什麼 外資它會開始去佈局一些低基期 第一個它也希望明年的夢 就像今年5G的夢 從年初 年初跟你講5G 你會信我自己都不信 因為年初光中美貿易摩擦 就嚇得半死了 那那個時候9400點 你會說會到一萬兩千點 說實話捍衛也講不出來 可是你現在看明年第一季 各家大佬都要出來做夢 所以我就觀察一下 最近外資有沒有在買哪一些低基期 那這些低基期為什麼有好處 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操作面 我會把外資最近買的 比如說連買三天連買四天 它的平均價 當作是它的成本 未來接近這個價格的時候 我覺得就差不多差不多 但如果跌破的時候 我們也要小心 有時候我們常常聽過 黃梁一夢 結果它的夢 結果做的沒有那麼美 那我們就趕快跑 那到底是哪幾檔股票 我大概抓了三檔 第一檔是電子股的加四檔 其實最近的NB PC或工業用電腦族群都還不錯 因為明年大家都在做什麼夢 拜AI之所賜 現在德國在喊這個工業4.0 那什麼叫工業4.0 我就去看了一個所謂的設備廠 它是做給紡織大廠用的 發現他們在機台這邊都會去做數據收集 以後它可以幫客戶做數據收集 搞不好到最後客戶可以知道說什麼樣的季節 或者什麼樣的形式是慢慢開始在流行 這個對客戶端它就很有需要 所以這個工業4.0慢慢從以前 我讓你的機器生產順暢 不會當機 不需要過多人力 到現在是我把你的資料上傳到雲端 我還可以彙整分期之後留給你 所以這些相關的能夠跟工業4.0 或者是雲端這些商機 甚至是汽車電子相關的這些公司 他們就相對受惠 那因為加四檔它的產品比較相對多元 都有鋪局在這些觸角裡面 所以最近外資買差相對多 當然重點是它的本益比才10倍 股價禁止比大概1.25 所以相對來講我覺得是比較有安全 但是我還要強調你要去看一下有外資買 然後它買的那幾天的平均的價格 把它當作是一個這些大戶 外資買進去的成本 那第二檔是所謂的潤泰鑫 你光看它的本益比跟股價禁止 真的非常低 因為它這個間接持有所謂南山人壽 因為他們都是透過一個控股公司去持有這個南山人壽 所以一方面獲利也不錯 二方面你看看也是股價也是修正之後 最近外資開始買進 以潤泰鑫來講 我就會把前面幾天 它那三天連續買進去的價格也好 然後或者是時間點都好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參考值 停損進場 我都會以它為了做一個標準 那當然它也算是營建股之一 那最後一檔也是營建股 就是新復發 新復發很特別 新復發如果你去看它的籌碼面 但它也是基期相對低 雖然它本益比好像沒有很低 你會發現它是土洋對座 就是外資買 但是投信居然大賣 可是你會發現投信賣完之後 外資買完之後 股價就上去 這個很特別 所以表示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常在講的換手 當然這換手原因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去追究 可是我會覺得第一個 投信為什麼這時間點要賣 我要做績效嘛 對不對 我年底該結帳的時候結帳 雖然你說股價沒起 他要結什麼帳 那我調整一下 我可能為了明年要做準備 因為投信他們投資 股票有一定的標準 那外資的不一樣 我可以逢低先做個佈局 因為我覺得剛剛漢威講的 對不對 桃園 新復發去桃園親譜造證 可能它不一定是工業宅 不一定是商辦 可是因為桃園現在 很多公司工廠回流之後 都開始去搶地 準備要蓋廠房 那未來可能就會有一些很多的工作機會 你看最近人口 這個從別的地方流到桃園 這個第一名就是桃園市 所以居住需求慢慢會帶起來 那相對來講 對外資來講 它看得比較長遠一點的話 它就會現在來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好 還有哪一些低基期的個股 適合報股過年呢 我們下個階段回來繼續追蹤 那種那種 我們下個って